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养子同天线身机场,一个低调舒适,一个 三月的到来,明星明星的工作一一开展起来,近,经常飞来飞去 所以也可以看到不少明星的机场图 而机场图除了看明星之外,明星关注的重点 九十花同机场,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一位是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士,聚往成都拍摄新剧 当天聚拍摄白色卫衣打底,搭配棕色格子风衣 下身则是黑色长裤运动鞋 艳丽的巴巴士去禁组,所以赶飞机的私服穿 他当然是以为主了 头上口罩进行发型,可以的发型又休闲 而在同一天,另外九十花杨子也是久违现身机场 而从北京飞向上海身穿,白色白格子粉粉嫩嫩的 完美的体现出春天到来的感觉,非常活泼 与羊很符合 同样是戴口罩同样选择了于夫帽 于整身的穿搭也更加搭配羊子的这一身穿和时尚人气质 又风格 从迪丽热巴和羊子的同天机场私服可以看到 两人的穿搭的,都是的风衣外套花纹 风衣飞机的标配口罩加帽子 这样的穿搭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善和样式的人来说 有不同的喜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 看到迪丽热巴机场私服有什么看法呢?下方评论 02扎心 肖战代言溜溜眉被爆抄袭 227怂恿把事闹大意外爆幕后国内 的代言小去年开始宣了30多个代言 但是仍然能够引起抢购热潮 前几天官宣平台销售突破8000消息 大家应该还却并不代表的风波已经过去 因为227一直在寻找各种事情 试图再次降低肖战的网络 评价梅官宣肖战代言代言热潮 不过最近大事 不过溜溜眉在春节期间的包装抄袭他的作品 根据该名网友透露 溜溜红眉爆春筒 抄袭了这名2020年创作的梅兰竹的梅花 从两者的对比照来看 有梅花和仙女的 但是细节网友也网友吐槽 事情曝光以后 227当然会借机发挥 不少人在评论区 怂恿博大大227要博主 赶紧溜溜眉如果不道歉 就走227要博主 赶紧找溜溜眉不道歉 就走了溜溜眉 这次包装的幕后真相 根据227透露 此次包装是汤晨杰讯设计的 国内炙手可热的品牌 不过目前来看 但是他表示从法律程序方面来 维权可能有点艰难 扎心了 肖战代言代言抄袭 227借机发挥 怂恿法事闹大爆幕后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